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第623章 小伙伴们都被打懵了 想到此林泰笑了 来都来了上去坐坐 看看我们方正住持的寺院也是不错的 原本以为林泰着急下山 想要反驳詹剑东的李赫一听 到嘴边的话立刻换了 哎哎哎 林总说的对啊 我也好奇呢 咱们方正住持的大寺院有多奢华呀 这话一出口 他自己先忍不住乐了 这坡山头能有什么奢华大寺院呢 傻不才信呢 方正也有些无语了 他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擅长扭曲事实呢 他啥时候说他有奢华大寺院了 至于这些家伙心里怎么想的 方正心里也明白 既然有人觉得脸皮厚不怕抽 方正自然乐意成全他们一下 目光在刘盈身上一扫而过 相对几个人 刘盈啊 还算和善 而且当年对他有恩 邀请对方上山一坐 那也是应该的 林熙这个女孩 似乎没有太大的恶意 于是方正道 刘施主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上去坐坐吧 上去 你 刘盈一听 顿时为之气歇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和尚怎么还给硬撑呢 那是傻吗 林泰等人明显是打算上去嘲讽他取乐的 人傻 浮躁 爱吹牛 私要面子 这是刘盈给方正的标签 刘盈还没说完 林熙拉着刘盈道 刘盈姐 走吧 上去看看 反正下山也没什么事 别扫了大家的兴嘛 林熙只想看热闹 而且啊 他对这个帅气的和尚 也的确是有兴趣 很想多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情况 例如 山上真有破庙吗 什么样的破庙啊 可以将一个和尚 培养的这么出神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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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纷纷开口相劝 方正也不说话 刘盈啊 找不到台阶 只好就硬了下来 只是心中对方正的评价 又下了一个台阶 不懂变通 给他台阶做不下 这种性格 也只适合在这鸟不拉屎的山上了 若是下了山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一群人跟着方正上山去了 没过多久 来到了山路的尽头 眼看着就要到达山顶了 看到山顶的景色了 瞻见东见词 嘴角微微挑戏 心道 方正啊方正啊 到现在你还能装淡定吗 牛皮你吹久了 也有破的时候 现在就让我揭开你的谎言吧 想到此 瞻见东突然跳到了前面 大笑道 来来来 我先看看咱们方正住持的奢华大寺院 在哪边来的 对了 就就是 瞻见东看着眼前的景象 顿时呆愣在了原地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 这 怎么可能 李赫见此呵呵一笑 瞻见东 咋了 被我们方正住持 无敌奢华大寺院给震住了 还是你根本就看不到寺院 只能看到废墟 其实看到废墟也没什么 毕竟它本来就是够破的了嘛 想当年 呃 想 啊 啊 啊 李赫还没说完呢 看向一指寺的方向 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两个人的异样 引起了林熙林泰流营的好奇 几个人纷纷上前看去 然后 同时傻眼了 只见远处 天空湛蓝无比 通透的宛若世界上最美湖泊倒挂在天空之上 一座红墙青瓦的寺院坐落在一片翠绿的珠海前面 在蓝天和绿竹的衬托下 砖红色的寺院显得更加显眼 正前方 钟楼鼓楼如同两个高大而威严的护法 寺院或许不大 但是禅意十足 寺院不高 却是无比干净 清新脱俗 一眼扫过去啊 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尤其是整个寺院散发出的禅的味道 让人一眼看过去 就是心神宁静 宛若听到有佛徒在低语 精致 禅意 佛性 宁静 高远 轻松 这就是这座寺院给他们的感觉 这寺院虽然在外观上算不上富丽堂皇 但是谁都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佛性上精致无比的寺院 看到这样的寺院 林太李贺瞻剑东 顿时感觉全身是尴尬无比 难受的仿佛吃了一只死苍蝇似的 灵溪捂着小嘴 惊讶地说道 呀 哥 你不是说这上面有几个破砖头吗 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破砖头吗 林太太老脸耍一下就红了 瞪了灵溪一眼 让她闭嘴 还心她不够丢人吗 刘盈也待着了 看看寺院 再看看方正 心头苦笑不已 难怪她一直面不改色呢 原来她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 这怎么可能啊 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科学呀 这种穷乡僻壤的寺院 怎么会有人出钱翻箭呢 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方正开口了 几位施主 别看了 里面请 方正虽然对大家说 但是目光也仅仅在 灵溪和刘盈身上略作停留 仿佛其他人都是空气一般 几个人见此 面面相去 老脸憋得通红 恨不得转身就走 再也不看这个混蛋和尚了 尤其是林泰 自从家里崛起后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偏偏是因为刘盈在边上不好发作 只能忍着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脸上还要挤出尴尬的笑容 别提有多别扭了 如果方正反过来嘲讽她一番 她或许还能好一点 甚至可以翘舌磁黄的给自己找点理由辩解一下 偏偏方正那云淡风轻 仿佛身边根本就没她这样一个人似的 让她很日式难受啊 这种笨人无视的感觉 仿佛在她心头上烧了一桶汽油 呼啦一下子就点燃了 就在这时 刘盈叹了口气道 唉 你们这是何必呢 说话间 刘盈快步追了上去 看到刘盈撇下他们 跟着和尚跑了 林泰只感觉心头的火焰 又被人扔了一包 TNT 当场就炸了 林泰的眼睛啊 是一片通红 李赫瞻见东两个人见词 李赫赶紧到 林岑 你别生气啊 他方正在牛波 他也就是弄了一个小寺院 他怎么能跟你比呢 你大家大业的 手指缝里随便撒在沙子 都比他全部家当多 詹剑东也道 就是啊 刘盈来到这里 也就是看看老同学而已 真要选择对象 是个方正也不如你 况且他还是是个和尚 他在牛波 还不是要蹲在这个破山头上 吃空气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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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